位於太子80年代的複式單位 郊運國 上下兩層都各有300多斜 對於一個三人家庭的家企規劃來說 的確有一定的難度 不如看看設計師阿Ken 怎樣挑戰難度 做出實用又型格的設計吧 Ken 我想問一下 為什麼你會特別想介紹這間屋 為什麼想特別介紹這間屋 因為這間屋的戶型比較特別 它是市區的複式單位 我亦在細節上加入了一些心思 所以做了一個比較型格的設計 不如跟我們說說客飯廳的設計吧 好 客飯廳的設計 首先是拆了廚房和客飯廳的間隔長身 做了一個L型的客飯廳布局 做了一個半開放式的廚房設計 由於廚房的空間有限 設計師利用入場層架 巧妙增加儲物空間 同時把洗衣機和雪櫃 放在廚房以外的位置 將雪櫃搬出飯廳的位置 另外也做了一個櫃去收藏這個雪櫃 黑色調子櫃 將雪櫃完美收藏在客廳 而這張二人包桌 都可以拉出來變錄人飯桌 方便護主招呼朋友 還有沒有哪一個位置你特別喜歡的呢 我個人比較喜歡 就是連貫上下兩層的樓梯位置 我在樓梯的第一級 我加闊了它 亦做了一個圓浮式的設計 加上一些滲光的效果 再配合它一個深色的氣氛 營造了一個型格的感覺 一上樓梯 有一個全家人一起用的衣帽 我特意做了一個圓浮式的層架 讓護主可以放一些出門用的衣物 都做了一個調子的特色牆 可以拉出來作為一個掛鉤 可以掛一些衣服和袋 護主好像說想要多個睡房 阿Ken 你是想要怎樣改一個間隔的家 護主一家其實是三個人住 所以我間隔的改動上 都用盡了它上層的空間 在主人房的方面 亦預留了一個位置 是讓它擺放一張梳妝桌 同時兩間房都會用一個套托門的形式 可以令到兩間房的空間 可以用得更加盡 主人房的地台設計 除了可以增加儲物空間 還可以分隔睡床和梳妝位置 這季亦都用了一個玻璃門 令到房間的空間感會大些 在另一間房方面 我都特意做了一個L型浸光特色牆 令到這間房的感覺更加豐富 也營造了房間的設計焦點 護主想要個大的浴室 所以設計師就擴闊了浴室的間隔 繼續用燈光效果 塑造型格氣氛 這一個半圓的梳妝鏡都別具特色 好了 到最後 阿Ken你有沒有什麼想跟觀眾說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設計 如果有什麼喜歡的設計風格 想我們分享的話 不妨留言告訴我 下次再見 拜拜 好奇怪喔 好奇怪喔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